那就開啟範例檔 範例檔部分的話 我剛才講的你盡量就是用Google瀏覽器 Google瀏覽器 主要是桌面上這個連結 打開之後請各位先開啟文字範例 第一個範例 預設可能停在這裡 你就切到這個工作表 REPT工作表 我們的需求是這樣 只要100以上給一顆心 要超過 所以我們的做法是這樣 第一個 我們先利用REPT 所以 優標先放在C3儲存格 插入函數 上面有個插入函數 裡面的話 找到什麼呢 文字函數 文字函數裡面一定會有REPT REPT實際上就是repeat的縮寫 就是repeat什麼 REPT的話應該是test repeat test 就是重複這個文字 然後呢 其實將來各位在使用這個 函數的時候 其實全部有多少個呢 就這些 所以從頭到尾算一下 總共有255個 不幸的話 你們等下算一下 從上算下來 差不多255個 不幸的話等下可以算看 我應該不需要那麼無聊 OK 好 那 這裡的話就是 我們會用到的 函數 它會按照什麼 英文字母排列 所以如果你要找R開頭的話 你可以先切換到英文模式 然後按個R 它就跳到R 那如果你要跳到RE的話 你可以 RE 或者RET啦 不過要連續打 你不能 RE 就跳回去了 所以 RE 就跳到RE 那往下 就可以找到REPT的 對不對 OK 那 接下來呢 你找到REPT 如果說你第一次使用它的話 請各位注意一下幾個訊息 第一個 所謂的函數 所謂的函數 實際上就是說 你丟給它一個 什麼樣的值 它會 把結果返還給你 就是所謂的函數 那 裡面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底下 就會有相關的說明 瓜糊裡面的話 放的是什麼 就是所謂的引述 或者叫做參數 那這個所謂引述參數 就是說 你要 你要給它什麼 它給你 它給你結果 你給它一個資料 它給你正確的結果 回到哪裡呢 回到你現在 指定的這個儲存格 OK 那如果說這個訊息 假設說你這個訊息 放在這裡 那如果這些訊息 如果 不夠清楚的話 底下也會有相關說明 比如一 指定 自竄 重複 幾次顯示 大概可以參考一下 如果你要更詳細 就是